荣耀发财快吧 大仙什么都知道 玩耀机枪版削弱终于时装上线 体验服安起了小重做 其实苦等六个赛季加强 实则是不大削弱 就像昨天体验服和正式服齐齐迎来更新 兄弟们快来一起看看吧 首先正式服方面 玩耀机枪版削弱终页加强 玩耀下调了笔墨碰撞的回复 以及一级的伤害 从回复的角度来说 其实并不算太伤 只是续航能力稍微有所下降 但是从伤害的角度来说 现在的玩耀前期不能用二一技能 接强谱抢完一波线了 需要打两个强化普攻 才能清完一波线 那抢线速度变慢 也就意味着会稍微影响 玩耀到四的节奏 不过整体来说 其实并没有太大影响 因为对目前大虎的半肉狂暴流来说 本身就有狂暴和吸血术的加持 并不差下调五十点的续航 而伤害方面也更多是靠笔墨碰撞打伤害 所以这波调整其实无伤大牙 喜欢玩耀的兄弟们依旧可以拿去上分 而机晓满就比较伤了 之前提到的二组合技能是无法选中 改成了霸体和免伤 在前中期影响比较大 免伤只有30% 而且自身也没什么肉装 很容易直接被伤害灌死 所以说有兄弟们说 满机时有60%的免伤 再配上纯净苍穹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老夫子的二技能 是有那个扛伤效果的 但实则基本上进场后 就要把纯净苍穹点了 是第一波伤害了 二技能再想像之前那样 无伤测出来是比较困难的 前期没有那么无解 中后期更依赖手法了 标几的胜率肯定是会往下掉的 而中午燕就是把之前提到的 在大招期间可以释放一技能的优化上线了 不过相较之前那波调整 下调了一部分一技能的位移速度 比较起来区别还是蛮大的 但不管怎样都很灵活 对中午燕来说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开大被对手位移拉死的可能 算是一波大加强了 那以上就是本次对正式服英雄的调整 不过我觉得这次体验我的更新 才是王老师的肿头戏 首先是DNG将被动的层数改为了逐层消失 经过测试 在11级学买一技能之前 都比正式服伤害要低 11级之后 一技能伤害比正式服伤害要高10点 不过并没有太影响DNG对线强度 依旧可以稳压大部分射手 这个逐层消失更多会体现在赶路效率方面 而在线上时 其实大家都会时刻维持五层被动 影响不算太大 就是省了大家操作了 总的来说就是降低了 现在DNG线上压制力 来换取一部分手感的提升 算是一波小削弱吧 第二位刘备 说是优化一技能伤害成长曲线 但其实是降低了刘备全期一技能伤害 不过测试下来 并没有太影响刘备前期的刷野速度 在中期蹲人时打出一套A2EA 也能秒掉同期的小脆皮 整体来说影响不算太大 第三位西施 一技能改为如果没有命中敌方英雄 会在落点停游3秒 同时调整了大招刷新二技能的机制 改为开大后会额外获得一次二技能释放的机会 再一看感觉是不大加强 实则不然 你这么想一技能相当于改成了愿者上钩 但谁又傻不能往自己技能上面踩呢 也就是说真正在用技能时空了就空了 顶多没清明元素是封了个走位 那也算还不错 如果这个时候对面有个小可 故意趁你走之后再踩上去 你这个时候又拉不到他 要只能再多等5秒 让一技能二段自动结束 也就是说前期一个一技能如果失误了 可能需要等19秒CD 这可不是大招 这是一技能啊 不过换个角度来想想 这样在用一技能探草时相当于啊有个三秒的眼 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敌方走位空间 可能之后会有一些全新的打法出来 我觉得算是一波平调吧 那第五位安琪拉被动啊 新增了每层加移速的效果 但降低了着烧伤害 同时啊下调了一技能伤害 但作为补偿降低了后期一秒CD 那经过测试啊 在满级裸装时啊 打满一套二一三连招少了五百左右伤害 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在被动满城时能有百分之二十的移速加成 相当于啊多了一个小桥的被动 拉扯能力提升了不少 以后说不定可以试试痛苦面具 配宁明之星 这是打消耗流的玩法 以上就是正式服和体验服的更新内容了 话说起来 王老师已经很久没有把两个更新撞在一起了吧 还有人记得上一次在什么时候吗 看牙688每晚去的办 咱们不见不散